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美国无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冲到8.6% 再创超过40年的最大涨幅 拜登除了怪普丁发动战争 更把通膨的矛头对准他口中的贪婪油伤 以及高的离谱的海运运价 燃油供应紧绷 国际原油连续七个星期上涨 布兰特原油超过一个礼拜 每头都维持超过120美元的高点 运价同样涨个没完 拜登痛批亚洲到美国航线的九大航运商 涨幅最高达十倍 而且短短一年内获利翻了七倍 达1900亿美元 通膨成了拜登执政最大的烫手山域 美股也因此经历黑色星期五 携染四大指数 道琼大崩八百八十点 科技股纳斯达克重衰百分之三点五二 其中五大尖雅谷无一幸免 最惨的亚马逊下挫百分之五点六 通膨触顶的希望破灭 即使是排除价格波动较大的食物价格 核心通膨率的年增率还是有百分之六 这让华尔街普遍预期 连准会除了原本预告六月七月要升两码 现在连九月要再调两码的机会都大幅增加 连准会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级市值 蒸发了三兆美元 美国家庭的财富也随之减少了五千亿美元 这是两年来第一次缩水 通膨和经济衰退不是空烧 而是直接重击美国民众的荷包 近新闻物洛莹周成为报道